小夫妻机器修到一半 突然被门外冒出的人脸打断了施法 一看是上门收债的 丈夫瞬间就怂了 吓得跪地求饶 收债人不紧不慢地调整机器 妻子心里突然有了想法 他将老公推了出去 让他想保住胳膊 就在外面等着 随后便拉上了卷闸门 丈夫心里清楚 即将会发生什么 但是丈夫没有勇气去阻止妻子 只是在外面无能狂怒 拼命抽烟 妻子脱光站在收债人的面前 任由他处置 只想再请求宽恕一个月 可收债人丝毫没有被眼前的春光吸引 只是无情地鞭打着女人 完事后 妻子亮相地走出来 此时的男人 才想起来自己是个男人 冲上去想要拼命 却只是无用地送人头而已 妻子在外面跪地求饶 男人只有哭喊 没有挣扎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衣袖 被放进机器中 用袜子塞住嘴 启动开关 听到丈夫的惨叫 女人心里清楚 丈夫已经成了残废 女人咒骂收债人 是个下地狱的畜神 但在他看来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没有人逼着他们借钱 完成今天的收债 一路上都有一个女人跟着他 收债人是个造孽活 有很多仇家 但是姜道无所谓 无父无母 在社会摸爬滚打长大 他不怕报复 女人一路跟着姜道回家 看着眼前的女人 姜道不想理睬 可女人右手挡着门 不管多疼 他都不放手 话话不说 就冲进来洗刷碗筷 姜道被突然搞懵 女人又开始收拾垃圾 竟然还要刷厕所 待到深夜 一连好几天 女人都坐在楼梯口 默默掉眼泪 姜道去哪儿 她就跟到哪儿 突然有一天 女人叫住了姜道 说自己是她的妈妈 很愧疚 小时候抛弃了她 现在想要补偿 姜道怎么可能相信 一掌接一掌地 扇在女人的脸上 让她滚蛋 女人并不还手 只想求儿子的原谅 五金店内 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 是这次收债的对象 看到收债人上门 店主主动拿着准备好的钱 可这连利息都不够 但这也是店主全部的积蓄 仅剩一点 要留给老母亲治病 对于无情的收债机器来说 这不是姜道考虑的 在老母亲的面前 姜道一遍又一遍 抽打着她的儿子 男人被姜道 带到了一幢废弃小楼 他从高处放下两尺 询问男人多重 觉得不够重 让他抱着十块 增加重量 男人跪地求饶 他一旦变成残废 连慢到老母亲 就没人赡养 可怜的男人 恳求姜道换位思考 可恰恰刺痛了姜道 他无父无母 不懂什么是亲情 在女人的注视下 男人被推了下去 他看着痛苦好笑的男人 踢了踢腿 很不幸 竟然没断 找了块砖 将腿垫在上面 然后狠狠一脚 这下腿彻底残废 保险金如愿到手 男人诅咒姜道不得好死 女人狠狠踢男人的断腿 让他不准诅咒自己的儿子 女人每天都跟着姜道 在一旁看着他收债 突然有一天 女人送给姜道一条埋鱼 上面绑着联系方式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收债人上门收债 对着一具上有余温的尸体 扇了几巴掌 无力偿还 为什么还要借贷呢 他想不明白 仅仅只给老母亲留下一封信 按照信上的地址 找到了老母亲的家 没想到 连伴的老人是个老年痴呆患者 家里一贫如洗 唯一有一只陪伴老人的兔子 贼不落空 债不留名 姜道顺走了兔子 看到别人都有亲人 姜道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 无法排解的压抑 促使他拨通了电话 姜道是个极度缺爱的人 他让女人拿出是他母亲的证据 女人说他没有 姜道拿刀走进厕所 出来后递给女人一块肉 让他吃下才相信是他的母亲 吃到嘴里才发现 这是姜道身上割下的一块肉 儿子本就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 女人强忍着恶心吃了下去 看着女人蜷缩在地上痛哭 姜道没有再去求证 早上醒来 女人已经做好了一桌早饭 这种感觉他从未体验 在心里算是认下了这个母亲 看到收债人上门 小伙没有一丝害怕 反而表现得有些兴奋 废掉一只手 能够拿到三千万 他想把双手都废掉 拿六千万给未出事的孩子 他已经走投无路 靠这双手 他心知肚明 这辈子也挣不到六千万 只想在最后弹一次吉他 姜道有了母亲后 内心发生了转变 他不再是单纯的收债机器 他把保险合同还给了小伙 让他留着手 好好弹给自己的孩子听 可自甘斗落神佛也难救 小伙自己给自己切断了 也许小伙就是这样的人 当初才会见那还不起的债 这不是爱 这是自私 大叔也是为借贷人 他说自己十几岁出来打工 奋斗了五十年 和再怎么努力 也斗不过历史的车轮 看着远处 慢慢侵蚀过来的大楼 再繁华 和他们工人无关 他借的钱 他已经挥霍掉了 在死之前 挥霍了一下人生 这人间才算没有白来 将到没有阻止 这又是一笔烂账 大叔落地成河 在目睹了形形色色的人 被逼战时的表现后 江道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他不想再收债了 母亲带着他出去逛街 一起吃饭 一起购物 三十多岁的江道 像一个孩子一样 享受母亲的温暖 热闹在街上 一个瘸腿乞丐正在乞讨 他也是被江道打断腿的借贷人 瘸子跟踪母亲上门 用刀挟持了母亲 他也让江道尝尝 失去的滋味 江道跪地求饶 瘸子让他把汽油 叫在身上 想烧死他 母亲咬上茄子的手 江道趁机 用刀飞中了茄子 母亲没有让江道追去 经过这次劫难 江道更加珍惜母亲 母亲每天都在挣着毛衣 江道以为是他的礼物 可母亲却一把抢了回来 让他出去买个蛋糕 等他买回来 母亲却不见了 电话也丢在家 江道顿时害怕了 他以为最近几次 没有收回的烂账 让老板生气 绑架了他的母亲 他请求老板把母亲还给他 老板说他没有 顺便惊讶江道这样的人 还有妈 老板让他找找 那些被他弄残的人 江道回家查看账本 这时母亲回到了家 江道真的急了 对着失而复得的母亲 一顿责骂 母亲抱着江道 请求他的原谅 江道瞬间就心软了 母亲带着他 在河边种了一棵树 说自己死后就埋在这里 江道让母亲不要胡说 实在不吉利 母亲确定 自己离计划成功不远了 男人把铁钩 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用力推动轮椅 触发了开关 小的挣扎 安静地死去 看着秀迹斑斑的铁钩 和铁链上的头发 母亲心如死灰 他打开冰柜 里面是儿子冰冷的尸体 母亲悲痛欲绝 为了给儿子报仇 他找到了仇人 假装是仇人的亲生母亲 对他百般呵护 从小无父无母的江道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母爱后 便再也无法和母亲割舍 眼见时机成熟 母亲上演了一出绑架的戏码 他拼命敲打着房门 大声呼救 对着家里的东西乱打乱砸 朝着手机 喊出最后一声嘶吼 便匆忙结束了表演 他听到母亲的呼救 瞬间就陷入了恐慌 等他赶回家 家里只剩一片狼藉 之前收债时 江道祸害了不少人 肯定是仇家上门绑架了母亲 他找出账本 开始一家一家寻找 来到第一家 轮椅上的男人 像是见到鬼一样 竟然直接吓尿了 接着就是吓一家 开门的是一个老人 老人带着江道来到山上的孤坟 原来债主已经被债务逼死了 他沿着作恶的轨迹 一步步寻找曾经的债主 没找到一个 都是良心上的折磨 那个被他打伤的瘸子 也死在了老母亲的身边 那个被他搅断手的人 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只剩下一具躯壳 那个被他打成瘫痪的僧人 连远处的风景都看不见 江道默默地给他抬起 江道找到最后一家 却只看到轮椅 他根本想不起来 这人是谁 旁边放着一本日记 日记本上记录着一切 明明只借了500 一天的利息就要5000 他无力偿还 最后被活活逼死 江道疲惫地靠在轮椅上 看着勾锁 觉得自己的灵魂也要被勾走 他昏睡了过去 而这时 母亲出现 原来死去的男人 就是他的儿子 他要替自己的儿子报仇 但他没有趁机勒死江道 而是带着一把锁 找到了放贷公司的老大 上来就删了老大一巴掌 打通电话 继续挑衅 老大狠狠还手 母亲边叫边给他删 电话那头 听到母亲被老大殴打 觉得是自己 害了母亲 母亲的目的达到了 但他没有离开 而是拎着锁头 再次敲响了房门 他杀掉了老板 终结了罪恶的源头 他用老板的手机 给江道发了废弃大牢的照片 母亲站在预制板的边缘 等着江道 他要用自己的死 把江道的灵魂也拖入地狱 但女人也莫名地感到悲伤 以善作恶 实为大恶 江道慌忙赶来 母亲继续对着空气 假装有人要害他 江道跪在地上 祈求坏人 别伤害他的母亲 他愿意一命换一命 看着儿子真心为他祈求 女人心中痛苦不堪 随着他一跃而下 死在了江道面前 江道彻底崩溃 他拼命摇晃母亲 却得不到一点回应 他依照母亲曾经说过的话 将他的尸体埋进那棵树下 可当他挖开之后 却发现了一件毛衣 看着死去的青年 身上穿着妈妈继的毛衣 江道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没有憎恨 没有爆发 而是把那件毛衣 穿到了自己身上 江道在妈妈的怀里 体会着母亲最后的余温 他将母亲和他的儿子 重新埋在了树下 江道用儿子上吊时 用着铁链和钩子 将自己锁在了车底 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当车子缓缓开动 地上慢慢拖出一条通红的血痕 一路延伸 在这罪恶的都市 留下一抹生魂的印记